HIGH ETHEN的好朋友大家好 現在我要再來記錄一下 我們在7月12號星期五 用的就是千叉的斯特拉無花果 那個千叉秒的進度 那今天已經是8月5號星期一 已經快要接近在幾天之後就滿一個月了 那之前的第二次的追蹤就已經有提到 我要將這一個蛋糕 看一下這個蛋糕盒的蓋子 將它取下 所以在第二次記錄的時間之後 到今天8月5號這一段時間 這四個用夾鏈袋培養圖 以及斯特拉無花果的千叉秒 都一直沒有蓋上蓋子 那因為沒有蓋上蓋子之後 所以我在第二次之後 有加了兩次的水 我覺得這個小杯子 養了多的小杯子 裝水一般的水 然後從我們夾鏈袋的這一個 這一個畫面當中看到這個縫隙 這樣子把它加進去 那加我每次加的量都很少 都很少 從我們夾鏈袋的這一個孔隙 這個孔隙 你各位看一下 這一個孔隙 這裡 這一個孔隙 加上去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段期間它的 生長的進度 那我們看第一 好看這一個好了 這一個夾鏈袋的這一包 這一包 它的這一包是屬於 在當初這個培養圖是有加少量的水 那它的根 根 少量的水 根反而發展的稍微慢 但是它的啞點反而發展的快 那因為有根又有啞點 所以它目前的生長的進度也還可以 至少這個葉子 你用手摸一下 這個葉子都還是硬的 所以這個代表不是水牙 所以7月12號到現在的 這個斯特拉的這個無花果 用這樣子牽扎的方法 目前是順利存活的 但是之前也有好朋友說 這個前端沒有錯 這個前端你看 這個前端有發霉 然後有就是回枯萎了 但是這個地方的嫩芽 這個地方的嫩芽 生長的還不錯 還不錯 就跟畫面當中看到的這個 嫩芽生長的還不錯 繼續的發展 這一包是有加水的 那再來這一包 這一包 一樣是有加水 那各位看到了 長的這個根 像是小蜈蚣 然後枝條的前端 枝條的前端 也是一樣枯萎了 枯萎了 但是這一包就比較麻煩 我到目前為止 我只看到它的根在發展 我沒有看到任何的綠色的雅點 那因為根有在發展 沒有雅點 那就繼續觀察 好 那比較讓我覺得 有趣的是這一包 在打開蓋子之前 打開蓋子之前 這一包實際上我們都沒有加水 純粹用的是市售的培養圖 市售的培養圖 加這一根的那個 斯特拉五花果的枝條 直接掀插 但是現在畫面當中 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這一顆的五花果 它的根系 是長得最 最茂密 而且最健康 那它除了上面這個芽點 冒了一個芽 長了以外 各位還可以看一下 這個夾鏈袋裡面 這裡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有看到綠色的芽 在我們夾鏈袋裡面 有兩個地方綠色的芽在發展 那我就繼續觀察 但是自從我們打開了 這個保麗龍的袋子之後 我就在第一次跟這個觀察 看它裡面的植栽 然後從它的這個縫隙地方 少量的這個縫隙 這個這個地方的縫隙 少量的加水 加水 但是不是每天加 是觀察之後 它的生長發育狀況 然後加水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 沒有加 之前沒有加水的夾鏈袋 好 那比較麻煩的是這一包 第四包 第四包 這個 這個夾鏈袋培養圖 之前我們是有加一點點的水 跟 第一第二是一樣的加水 但是呢 枝條目前看起來 稍微一點點的綠 但是完全沒有發育 它也沒有長根 但是枝條也說完全枯微黃掉也沒有 所以就是繼續觀察 目前一點的根的狀態都沒有 這一包 那我猜測這一包 有可能這一段的枝條 是這一整支斯特拉的五花果的最頂端 就是最嫩的那一節 那目前看到沒有發育 所以我不知道它 如果我們接下來打開裡面抽出來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根的發展 這個是第四包 好 那 這個就是目前 目前這四個 這四個 我們 五花果 千叉 斯特拉五花果千叉 用夾鏈袋培養圖 以及一個剛開始的密閉的蛋糕盒的一個現況 那接下來的這個階段快滿一個月之後 我打算將它移到 移到我們的室內的這個窗台的那個部分 然後窗台因為有一個沙連 所以它的光線是稍微有遮擋的 不完全的一個日照的狀態 讓它緩慢 漸進的去緩描 那希望能夠順利的 將至少這兩株 或者是這三株的斯特拉五花果 培育到之後 可以從我們的夾鏈袋這裡面去 盆子到我們的小花盆 或是黑軟盆裡面去 那順利的去 去牽插複製 繁殖成功我們的斯特拉五花果 OK 那今天我斯特拉五花果的追蹤 詳細的追蹤的一個影片的紀錄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